直接贴过来了 我们看一下XCG的分布 他们的人员进点不是很多的 但落点还是打了一个 不知道位置 不知道位置 是的 马云龙如果能扛过这一波雷击的话 他还能就 扛不过就 这没办法 必须肯定是用雷击的 对面东西太多了吗 让他出枪了 他不把外面的解决 他打不了这波团 这波XCG的后续的处理 也有点问题 是的 因为不知道他是自己判断还是被指挥了 他如果是自己判断这个判断是绝对有问题的 或者他自己觉得有机会 然后出枪了以后没有击倒那就哦吼 对啊 这是判断有问题吗 不能这样堵这种 哎这点 CG已经旁边待命了 小狮子有一个击倒 剩的人的话也没什么问题 CG已经出枪了 打了小铃铛57连选 嗯 哎呀 小铃铛到了 嗯 这外围的人还是很多操作空间 两个人之间有配合 现在有一个攻守互换你发现没 就变成了Pero的人在里面 然后XCG的人在外面 看你竞叠 支援到了 是的 这两个人似乎是一人打一个 然后就结束了这波战局 别说啊 还不止CG啊 XLG也摸了一个人过来 是他们在车队往外拉的时候听到 好像明明回去了 哈哈哈 天鹏 你在干什么 就忘了CG可能会过来这个事情 嗯 机会的 就是你从若策 载边直接打过来是有机会的 天鹏 再做这个 这又捡员一人啊 嗯 烟九兄弟是前赴后继啊 但大金这波看似 应该是来探点的 因为他之下 你要说强色盲扎对吧 谁不可能灌着你 他想得他快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CTG当时不是被Pero给勾引了吧 你能明白吧 嗯 有可能就是他们以DDC的那个分数 文部版分数打 觉得制定出来的战术是想摊一点 想用摊一点的打法 是的 整体看下来的话 这块还是对5G啊的太多了 而且CTG刚才也确实是 被Pero吸引了很久的这个视野之后的话 导致他们也是有设备好像有被人 那看RuHappy这里跟FTV还是很近 啊两队之前就打过 都是中远距离这些作战 但是是17的速球把周平岩给寄到的 是17是跟Ru 都是一个在打前面一个在打背后 所以说RuHappy这个位置站的非常的难受 然后还是21 速球那个地方够准 所以那地方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是的 罗斯克里面还把明明给寄到了 进点是步枪 那就是进点打起来了 是的 比较爽的 对所以说天霸像二圈他们那个绕窄边 就很聪明 那这个圈又给了一个窄边还可以继续绕 是 现在西部压力继续变大 不论怎么样 右侧的这个是弱侧的概率 肯定是要比左侧弱侧概率要大很多的 然后再看一下另外一边17 来到了4M的隔壁 4M不是所有人都在这 小路在对面 在马路对面 17落地还是先倒一个 一般进攻过来的话 有给防守方一个打车的机会 来了 谁说也是支援过来 4打3 应该是4打2了 小海直接冲进来 速九那个位置在救 这个位置打鞋头 速九看看怎么样 打了一个有机会堵吗 想先堵 这个冲过来稍微有点着急 又打一个 这波速九有点 有点勇猛 但是这颗雷差点把高的位给雷掉了 这个学长一下不要 他咋样火了 我是真没想到 这个反转 我真的想不到结果居然是速九才火死的 那总共高的位在外面打赢了就很 就很能就是缓解当时那种紧张的局势嘛 第一个也是高的位打的 高的位打了里面一个 然后围墙一个 最后打的速九 对打了关键性的击倒 高的位这边 嗯 找人的情况 但时间其实是不允许练战的 要打快一点 两边都在 针对这个SMS的站位做防守啊 还是打得不错 还有这波是双线开花 但是圈有点难进 天梅也是拿的 这是若特的焦点团 谁打开来 谁吃完右边的这个山坡 难得见到最西遥这波 在这种台式的程度下居然没有把这个击倒收下 哎但是往回颜面 是的啊还是再次往回颜面 不考成功不考通过这波是 还有DT剩下的人 呃我刚刚看 是的 换神最后这个控枪 感觉不是很在状态 第一场 而不是也可能是 就是在这个输出序理上来说 比埃伦格平均都会稍微的远一点点吧 可以这个解释 这个解释 太牵强了 我受不了 太硬了 太硬了 我想不到合适的理由了 救救我 这个结果 最后 杀到了MCG脸上 那天霸也知道两个TG在这里的信息 Pyro也不敢继续往前开了呀 Pyro也就这儿了 他因为刚才王庄那边只有一个人出了枪 嗯 Pyro可能会觉得那个地方是不是房区的分台 CG 这里是点 小康这地方应该是可以完美针对 叉叉路 是的 甚至最新还拉了一个更斜的角度 哦高主毕竟状态很好 确实他今天手感很不错 虽然队友这边都无了 还能够多拿几分 往山上的另外一侧顶 因为现在五进六的时间还是比较久 其实他需要 零售绝去救人了啊 是我觉得崔潇是需要一个圆点帮他看的 对 哦 不过他这里 我觉得应该是天霸一开始就是想的是 他要把人扶起来保持满边 嗯 也没有特别说要去青竹狼 还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保证 还这个地方确实好 贴附近坑坑洼洼的特别多 哎 开脸上了 我撞倒了95k 还这个车往下滑了一下当了一下掩体 他把95k补掉 是啊 但是这把白龙马还是完成了补枪 95k这个碰瓷 把自己碰得稀碎啊 嗯 直接站在车的正面 把他给排出去了 这确实挺偏的 哦 这是谁 一个栓狙我听到大狙的声音 然后在这 林树 林树中之为扔雷 直接把自己给补了 因为贴的越来越近啊 到了不能不打的距离 到一颗雷 雷倒了龙斯哥 要上了 对 现在可以说是带着镣铐跳舞 因为头顶向天霸限制他们大量的活动范围 是 这波特别的难度确实非常高 CG先被淘汰之后 FTY的后续残局怎么样处理 天霸已经慢慢往山下摸了 胆圈要过来了 赶紧扶一下 实际还是够的 但是天霸已经踩到脸上了 是的 小九这个位置还想扔一些道具啊 但为时已晚 我们的群生会暴露在小唐的墙线之下 是的 这天霸直播贴过来 还要小心侧面 RBS的墙线 但RBS现在在跑位 这还好 然后天霸对天霸是有淘汰的 这不匆匆可能不太知道 COPRO的埋位 嗯 一个人是冲了上的 是 另外 天霸应该是要完成这波残局的这个 清理了 是愚人五滴血 嗯 天霸现在一副上不了坡的样子 我傻的 可能要过来报RBS的屁股了 是的 因为他从天霸那边上不来 天霸这里 人员是越来越少了 他看鱼人这里有两次都把自己队到比较残 但是还好没倒 哇 补上枪 补上伤害 齐齐倒地 萨萨被蓝圈烫了 12月这里感觉在pk一波的难度有点大 最后打了状态之后 是把天霸又全部淘汰 mcd从窗户里拉出来 是选择这样一个重线啊 都不想去为tma硬碰硬 打一个的话 如果能补这把天霸其实太大了 我打了两个 玉月鸟确实最近很顶啊 但是他像打公仔 啊是 他太像打公仔了 有那个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天霸皇帝王鹏 王鹏能不能把小虎的分给拿到 很关键 cobra这边是把小虎给直接吃掉 王鹏 爬的位置太糟糕了 哎呀 哎打公生涯结束下班 啊他这这击倒是不是都没了 我刚刚没记得他击倒哪两个人 他补了一个 他就补了一个 哎呀 确实是 这tma稳吃是吧 tma防天露 冲冲那波防得好 他们在 把北边那波顶住了以后 男的就不高了 恭喜啊tma啊 九个淘汰 很稳 小虎